好可爱 剪头发了 大家好 我不是明星 我叫郝仁泽 今年18岁 我爸爸是郝怀宗 请问 你今天好像跟上一场 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头发脚了 因为那个头发挡眼睛了 你来参加这节目 你爸爸郝怀宗说 咱们头发弄一下 对 但是你没听 也不是没听 你就是没听 不是没听 就是我觉得要不挡眼睛就可以了 这样踢球不方便 所以就可以叫了 造型师也弄得挺酷的 我觉得 请问 你今天会带来一段 什么样不寻常的表演 对 我会做一项 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没有人尝试过的一项运动 会是什么呢 有有 不浅 对 是外星 OK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豪润泽给大家带来的 我们这个舞台第一次出现过的外景的才艺表演 一起来看 我现在呢是在临安大明山万松岭滑雪场的附近 那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呢 因为这将是我不是明星播出以来首次的有位明星子女户外的才艺展示 那会是谁呢 让我们有请 任泽 大家好 大家好 任泽其实这次滑雪这样的挑战是你的强项吗 跟足球一样吗 我每年都会多出时间 呃 滑一两次 那么就是在我们上去之前 你要不要给自己加油 好啊 因为你是第一个就是进行户外展示哦 嗯 这样 加油要给自己鼓足勇气好不好 一起来好不好 那我要出发了 嗯 待会儿见 嗯 待会儿见哦 就是一个自动的一个电梯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让我拍 真是一些奇怪的人 好的 我们现在就快到了 我们准备和他们在那里聚会和 我的摄影组 他们竟然在雪道中央就停在那里 真是太不专业了 见摄影组真是的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因为今天的能见度实在是太差了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 你现在看到的是 我不是明星第一届的滑雪比赛 比赛组的队员 男性赛组的队员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 我们的刃子头上带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但其实它是一个微型的摄像头 然后过会儿它滑下去的时候 会把全程记录下来 摔倒也会被记录下来哦 所以过会儿摔倒也要优美的摔倒 准备好了吗 任泽又准备好了 你就跟大家挥挥手 然后就 OK 帮我走了 好 你先走吧 嗨 四伙儿 任泽加油 任泽就这样走了 你看不见了 然后丢下我 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滑 那样装进我胸膛 即使再晓得百年能远航 还不会像有梦做翅膀 记得给我投一票 本来想有更高的坡 但是这是我们唯一有的一条道 所以估计拍的不是特别的好 希望大家可以谅解 下面见 别摔来这儿 算头干啊 别人饿 常在怀来的当中 吃点饼干 希望大家今天会喜欢 我滑雪才艺表演 时间 小哥 好 我想滑雪 从来没滑过 下一次我会想到这样的表现 我问你 你怎么会想到 用这样的方式 来作为你今天比赛的 才艺表演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没有别的人去做过 然后我觉得 既然年轻 就应该做一些有更创意的一些 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他现在在西班牙对不对 对 比如说你们平时球队进球了 你自己进球了 你会用什么动作庆祝 刚刚结束的亚洲杯 再次燃起了国人对足球的热情 相信不少球迷都会发现 球员进球后 往往会做出各种花样的动作 来表达他们的喜悦 比如空翻 集体眼跳 亲吻球鞋 弹吉他 跳逗牛舞 众人滑奖 戴面具 脱衣服秀身材 乱舞一通 以及卧地滑奖等 而郝润泽的父亲 国族名将郝海东 最著名的进球庆祝方式 则是边跑 边将食指指向天空 有没有一种帅萌帅萌的感觉 那么舞台上的郝润泽 又会展现出什么样的进球style呢 老师 来 来一个进球的感觉好不好 进球了 进球了 来 进球的是郝瑞泽 这不错 我见过进球的各种动作 老师继续放着音乐 还有这个动作 还有一个进球动作 互相撞凶 三二一进球了 郝瑞泽 我觉得您会撞疼我的 好吧 好吧 来 进球了 谁撞疼谁啊 OK OK 那今天我要告诉你 今天尽管是你一段户外的表演 你的爸爸郝海东 给你请到了一位助阵的嘉宾 对 这个助阵嘉宾也非常非常酷 这个助阵嘉宾酷到什么程度 告诉大家 他是一个体操运动员 为咱们国家拿过很多很多的荣誉 同时他是明星足球队的队员 而且还和你的爸爸郝海东 一块踢过球 你可以猜到他是谁吗 我只认识李宁 所以 是不是李宁 OK 来 我们有请这位助阵嘉宾 出场 你是谁啊 欢迎 哇 大家好 邢奥伟 你好 你好 任泽 哭不哭 绝对 谢谢 邢奥伟 世界鞍马冠军 奥运男子体操团体冠军 那请到邢奥伟呢 特别要问一句 为什么会想到来给他助阵 其实很有缘分 因为那个 因为我是93年进的国家队 当时中国足球队 还在我们的国家体育训练局里面进行训练 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东哥 好 见到任泽的时候 就很小的时候 你还见过他 你见过 很小的时候 完了和东哥也经常一起踢球 所以说就是一直关系都很好 团体的世界冠军的得主 让我们看见他这个体操世界冠军 是一种什么风范 我做一些简单的一两个体操的动作 给大家看一下 感觉还能做 再以此证明我是体操出身 对 不是其他校团 随随便便的 随随便便的 要不要 九宫阁射门 挑战者需与球门保持一定距离 将带有指定数字的纸板踢落 方为成功 现场朋友们 咱们这样好了 很简单 限点什么号码 就 几号 踢到几号算几号 那不行 踢几号算几号 那哪是 几号 能进门就不错了 他们一致要你踢 七号 哇 那个很难呀 七号挺难的 来 七号 哇 呃 秦奥伟的球路基本偏下三路 啊 哇 还有个球也给你了 奥伟咱们怎么也得跟 跟七号沾点边好不好 加油 你哪怕踢个六号或者八号 哎 这球也给你了 你今天踢不到七号就不要下去了 专场 不要踢到 他就是死活不碰七号 那好了 这样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当着老 奥伟是专业的体操运动员 就像他说的踢球是他的爱好 但是 郝润泽同学是个专业的走球运动员 现在给你的难度要来了 好不好 舞台上的球门被分成标有数字的九块纸板 郝润泽将有12球的机会踢完九块纸板 世界足球先生梅西曾在2013年挑战过九宫格射门 成绩为12球踢完八块板 成功超越贝克汉姆和其他类 今天在我不是明星的舞台上 郝润泽将挑战梅西 他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咱们数着啊 12个球 看看他要多少球完成这个九块牌子 准备好就开始 他把最简单的解决了 9号 第二个球 两球解决两个牌子 OK 第三球 第三球踢空 第四球 第五球 在四合八当中穿过了 第六球 第七球 第八球 后面越来越难 而且要越来越精准 踢着了 还有四个球的机会 还有四个牌子 给他加加油 给他加加油 两条运达 好 漂亮 好 好 第十球 第十一球 还有两个球 三块牌子 如果两个球都踢到了 那你打平了梅西的世界纪录 最后一个球 最后一个球 这也真的挺难的 越往上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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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的成绩 好 展昌送给 好运泽 十二个球 踢掉了七个牌子 是吧 掌声鼓励一下 这个还算是 踢球当中的一个 还是蛮有趣味性的一项训练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真正要进行 包括足球 包括体操 非常枯燥 关键是非常苦 你所有的拿过这奖牌当中 让你最难以挽怀 最印象铭刻在心的是哪一次 在99年的时候 获得了自己的 第一个团体的世界冠军 在天津 实现了从五岁 一直到17岁 这个自己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梦想 他刚才在说的时候 我突然脑子里蹦出来的 你还记得 你那会儿突然 国歌响起 国旗升起 你那会儿脑子里在想什么 或者你当时什么反应 我们的教练 他们的那种 发自内心的那种热泪盈眶 让我们终时难忘 因为我们当时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所以说都很小 只是开心 可能把衣服都丢了 完了在奥运村里面 见谁就抱谁 我们是冠军 我们中国体操是最棒的 对 没错 你现在才十七八 告诉我们你的梦想会什么 我觉得就是对于自己来说 最有荣耀的就是 自己那个踢球 然后那个挣钱 然后能把我第一份挣的钱 那个给爸爸妈 小时候就挺淘气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所以这是对我个人就是一个 我觉得很短期目标 对 但是要是说那个在足球 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特别说 在哪儿踢赢什么 就会对自己觉得很荣耀 就是对自己负责了 我努力了 我就对我来说就已经够了 我觉得也特别朴实 只要我做了 我努力了 这就够了 你知道我对你会有什么样的梦想吗 我对你的梦想就是哪一天 突然我听到电台或电视台说 那个某某某 他出现在国家队多少号 什么什么阵容 我就很自豪地说 OK 我说 这个运动员好润泽 他曾经来过 我不是明星 我也希望是这样 我觉得那就很棒 好嘞 谢谢体操的世界冠军 这个这个 希望未来来来助阵 我给你最后一点时间 你给他拉票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们的润泽 希望他们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继续传递我们体育人的精神 谢谢你们 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